大众请起立 请合掌 礼佛山问训 大众请起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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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三界成为生死凡夫流转着暗宅 暗就是黑暗 在这个大的黑暗的房子里边 一个人即使你的眼睛再好 那你除了看见黑暗还能看见什么 还是看见黑暗 如果我们来到光明的地方 其实眼睛再不好 除非全忙 不然的话多少也能分辨东西 看见这个物品那是什么 其实我们一个人既然来到三界 三界是个大暗宅 你就不要说你多有智慧 你多有智慧看出来还是一片黑暗 是不是 这样在黑房子你说眼睛亮 亮有什么用啊 眼睛再亮看都是黑暗的 所以生在三界里边 还自夸这个凡夫自夸有智 就没有智慧了 要到了净土的话 再没有智慧也有智慧 这就是环境 环境给我们的局限 这个是从 我是从客观环境来讲的 那么从主观来讲 也就是说我们身在这样的一个 三界里边的凡夫 内心都是迷茫的 迷而不悟的 又说呢 此三界皆是有漏邪道所生 常寝大梦 末至西出 这话读起来都很有力量 也很有感触 这个三界是如何形成的呢 都是我们身在三界 这样的众生共业所改 他这个业都是有漏的 而且都是邪道 邪道就不是在正道 不是正见道 佛法正见道当中 他执着我 有我执 我见 有贪神吃三毒 这样所这种共同的业力 所改生出来的 那么在这个三界当中呢 就好像永远睡在大梦当中一样 长寝大梦 这一睡就是无量节啊 谁说我做还没睡好 其实你不知道睡多长时间了 一直在长寝大梦 而且不知道 希求出离 在里边就追求五欲 追求这些虚幻的东西 莫知悉出 如果有一个人 居然在里边说 哎呀 这个地方好像很黑暗呢 这个地方 哎呀好像不是我们呆的 哪里更好的地方啊 想要去啊 那这个人真是一个觉悟的人了 那我们呢是听到了 阿弥陀佛的呼唤 他想到说 我要离开这个三界的大黑暗的房子 我要到外面光明的地方 我要到西方集着净土 我要见阿弥陀佛 这是不可思议的 接下来还有一个儿童 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家在哪地方 从小被人拐遍了 他居然那个也不认识回家的路 也不知道这个自己的来历 那居然有一天会说想回家 那他不是觉悟了吗 那我们被这个业力啊 圈在三界大暗宅当中 居然想到说要到无量光明土 这就是觉悟的先兆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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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深远的宗派至今已如海纳百川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